滿滿的蚊蛋幾乎快要堆滿整間倉庫 數量驚人 每個蚊蛋顏色飽滿 切開後果肉晶瑩剔透 這些都是果農辛苦一整年採收的成果 新年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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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幾名果農在大太陽底下 採收蚊蛋分工合作 再將蚊蛋統統裝到紙箱裡面 再送到工廠分裝打包 雲林斗六盛產蚊蛋 歷年來都在十二節氣中的白露 前後採摘 但今年因為氣候炎熱又多雨 蚊蛋比預估時間還要提早成熟 我們是比較幸運的是說 在颱風來之前就採收期 剛好搭配到這個技巧 也不是說剛好 趁著颱風來之前抢收 蘇拉颱風形成後 預計在八月底九月初清台 正值部分農作物的採收期 蚊蛋提早收成 而花蓮的果農則是因應颱風 做好了防胎措施 滿滿的柑橘和多樣化品種的酪梨 是花蓮果農卸力缸非常自豪的種植成果 柑橘目前大概五成熟 最快可以在十一月進行採收 而酪梨的採收期限則在八月 要成熟了才可以採收 柑橘尚未成熟 酪梨也無法搶收 隨著颱風漸漸形成 卸力缸做了許多防胎準備 目前這個是我們的排水溝 因為當你強降雨田裡的水 瞬間沒有辦法從土壤吸收的時候 你必須靠排水溝 把水引到外面 隨著水果逐漸熟透 負重也會越來越大 最怕強降風雨對水果造成損害 雖然做好了完全準備 果農還是期待少一點風雨 能夠風調雨順 避免一年的心血全部白費 三立新聞 榆林華蓮 綜合報導